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被剪下来的春时湖的老枝的新发现 包括用它来育苗的新尝试 还有如何选择旧的枝条育苗率才高 我现在手上拿着这条老的枝杆 从它被剪下来到现在 我从未给它任何的照顾 你相信吗 这是在我的视频第97集里面的一张截图 当时我把春时湖的老枝剪下来 并没有打算用它来育苗 因为这些枝条都很饱满 扔了觉得有点可惜 就用一个托盆把它装上 放到花架下面 这个位置的光线不是太好 但是也有一些散色光 我从网上曾经看到过有分享说 把剪下来的食物栏的枝梗扔在一边 结果到了春天 它发芽了 我抱着尝试和玩一下的态度 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什么都不做 也不给它喷水 心想如果到时候不行的话 再把它扔掉 结果很奇怪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这些枝条就像洞灵一样 放在那里也不变坏 也不变干 连上面的叶子都是绿的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具体的时间我没有记录下来 大概就是一个月差不多吧 杆子上的叶子从最底下开始发黄 然后干掉 从下而上 慢慢的所有的叶子都掉光了 我把所有的干的叶子清干净之后 把这些枝杆铺平在这个托盘上 这些枝条依然非常饱满 我把它同样放回这个位置 没有给它喷水什么的 慢慢的看到它在节点上 有一些小点凸起 慢慢的这些小点就长成了芽 现在把整个托盆拿出来 仔细的看一下 所有的枝条都还饱满 到现在为止 两个多月差不多三个月了 从未喷过一次水 为什么这些枝条还可以那么饱满呢 因为这些枝条感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先把叶子脱掉 保存它自己的能量 然后进入休眠 这些杆子上面呢 储存了很多的养分和水分 所以当春食库吹花要控水控肥的时候 不要担心 看两个多月差不多三个月没有喷过水的枝条 依然是那么饱满 当然环境也很重要 不能把它放到大太阳底下去晒 或者是很大风的地方 让它风干那不行 因为我这是种花的地方 还有一定的湿度 这一次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开过花的节点都没有发芽 换句话说 所有的芽点都是从没有开过花的节点上发出来的 那么在我们要选取旧的枝条来发芽的时候 就要选比较粗壮的没有开过花的枝条来做育苗 看这个最顶上这个位置没有开过花 它也不放过 也出了一个芽点 现在芽已经出来了 说明它不再是休眠期 而是进入了新的生长期 它需要水分 现在我用两个餐盒 在盒子底下打了很多的洞 分两盘来做一个实验 一盘用生根粉 另一盘就只用水 我用相同的质料 在盆底下先用泡湿的火山石 把它铺平 然后在上面铺一层薄薄的 泡湿了又拧干水分的水苔 第一盘 我是选取了这几条带有比较大的芽的这几条 这几条的芽已经看到长出一点点的根了 包括花芽的那个芽 它的脚那里也长出了一点根 所以这一盘不用添加任何的东西 让它自然的成长就可以了 把所有的芽朝上 把它铺在这个植料上面 这些老枝上面的部分 已经全部开过花 没有芽 但是也不要把它剪掉 一来 剪得有伤口容易感染 也容易丧失水分 二来 保留它 好让它把养分和水分回流到新芽上 用绳子 通过盆底下的洞 把枝条压在植料上面绑紧 是为了让它稳固和容易生根 另外的一盆 芽比较小 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芽点 还没有根长出来 我想做一个新的尝试 就是用生根粉 看它能不能促进它早一点生根 或者长多一点根 首先在这些芽点上 用清水把它湿润一下 然后用芽说 沾一点生根粉 涂抹在湿润的每一个芽点上 生根粉应该对这些芽点 有一个出镜生长的作用 但是这只是一个实验 还不知道结果是怎样 这一盆的枝条 全部都是经过同样的方法来处理 在每一个芽点上涂上生根粉 然后用绳子把它稳固在植料上 现在两盆都装好了 把日期贴上 这个是没有生根粉的 另外这一盆就写着生根粉 做一个记号 看看到时候它们生长的状况 还有这里的四个花苞 看会不会消苞 这些植料就让它保持湿润 但是也不要过湿 所以我打算是从底下 让它吸水上来的方法 让它保持湿润 然后放在托盘上 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 它们以后的进展情况 我会跟大家继续的跟进 谢谢收看